分享一下苏州太湖西山岛的自驾游路线攻略 太湖西山岛的环岛公路是环太湖一号公路的最美的一段 也是江泽湖周边一定要去的自驾游圣地 下面分享一下自驾游的路线玩法攻略 建议先点赞收场 第一站导航到宝岛花园酒店停车场 这里是一个观景平台 可以俯瞰太湖大桥 也可以看到宽阔的湖面以及连绵的群山 第二站导航到殷山村 这里是一个固旋于湖中的小岛 主要靠两公里的地坝连接西山的本岛 岛上有一棵千两的古葬树 就在村口的池塘边 从古葬树旁边可以上山 然后走一个环线回来 我们护主网也经常会组织小伙伴来这里环岛徒步 第三站导航到东春古春 车子可以停在马路边 然后走进去 这里是乾隆皇帝金屋长交的地方 东春的静修堂和徐家祠堂都可以去看一看 第四站导航到恒山岛 恒山岛也是一个独立的小岛 同样是靠恒山堤坝与西山本岛相连 岛上有很多民宿 进去可以一直往里边开 不过周末可能不让车辆开进来 护主网也经常组织小伙伴来这里徒步 不方便自家的朋友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 第五站导航到静山西洋观景处 这里的湖面一望无际 浪花拍打着礁石 非常像在大海边 这里还有个灯塔和老码头 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第六站导航到碧玉谢 这里是当年吴越水军的战斗处 也是看西洋的好去处 如果是冬天来的话 这里还有水上红山岭可以看 第七站导航到明月湾古村 明月湾古村是当年福采和西施 避暑赏月的地方 村里面有古树古桥古码头古建筑等等很多景点 不过这里是一个景区 需要买名票才能进去 第八站导航到石宫山 石宫山是延伸到太湖里面的一个半岛 同样也是一个收明票的景点 继续往前第九站导航到苏州 梧桐半山民宿石宫路分店 这里就是石宫山往前走四五百米的位置 主要是有一个威美的小码头 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这里是免费的不收明票 第十站导航到谢孤山路 去谢孤山路的路上会经过宁乌洞的景区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进去逛一逛 谢孤山路这里非常的小众 没有什么人和车 但是景色很好 能看到湖对面的东山墨泥峰 到这里环西山岛一圈就差不多走完了 西山岛上还有很多收费的一些景点 像飘渺峰 大如意盛进 开心农场 太湖花海等等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导航过去玩 好了 我是牛鱼 关注我发现更多自驾游的路线和玩法攻略 不客气 好 这一步的路线和玩法 这一步的路线和玩法